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就是我说的那概念 这没事了呢 大家就等着后的听消息 在最后薄熙来会怎么被处理呢 他一定有一个最后期限 就是说 比如说 不一定是真的 这个8月18号之前必须干掉 8月17号之前必须干掉 这事必须出结果 因为后的还有活干呢 当时后的那活怎么干 对吧 所以我们前面也看到一个新闻说 十八大不会被推迟 十八大如何 据说中共中央已经在什么向媒体透过这分 但是十八大哪天开 没说 十八大开什么还不说 所以就这一条呢 想对外稳住人心 跟大家讲说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团结的如一个人 穿一条裤子 另外呢 就说这条裤子里头 我跟你说 所有的腿都搅在一起了 摘不出不知道哪个脚是谁的脚 不知道哪个腿是谁的腿 那搞不好连肢脚盖都屎上了 因为拉对方一刀算一刀啊 对吧 甭管拉成什么样 咱就说这意思 所有的腿穿在一条裤子里头 而这些腿的对外的 对外头一看的就是一条腿 然后里头呢 腿跟腿之间的拧成一把声 大家打成那样了 外头一看呢 团结的非常的紧密 腿都脚在一块儿了 法广有篇文章这么说 十八大将薄熙来开除除党吗 所以这是法国人的一种看法了 它是一个爆摘的文章 上来他这么讲 在中国呢 对重庆微型专政的这种审判 亦在支持薄熙来的力量当中 诋毁已经下台的政治人物薄熙来 那世界日报呢为此呢 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实际意思他就说的很简单 今天做的一切是为了把薄熙来干掉 在他们看来 但是在干掉薄熙来的时候呢 必须小心保持党的光辉性 大概就这么讲法 所以他前后提了两条了 一个是谷开来被审 另外一个就是王立军的四个马仔被审 他说这一切的做法都是为了把薄熙来干掉 而不是什么法律不法律 公平不公平 公开不公开 那都是没用的 文章上来这么讲的 尽管依然存在着某些阴影的部分 但有关披露 毕竟使得审判变成了一种微型的专政制度 他说从而显示出 整个系统是为了保护领导人 薄熙来家族的利而开足了马力 他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 他说实际我们的另外一个原来解读 就是要分割开 就是他要描述的意思就是分割开 文章接着说 特别令人生疑的就是古开来毛杀案 有维持秩序的警察的介入 他就提到首先提到王立军 紧接着又提到王立军的四个马仔 整个故事是这么个故事了 他说在他看来 这是世界日报的驻北京的记者 写的一篇文章 据说用了三四天的时间 他说这一切的目的 其实都是为了攻击薄熙来所建立起来的重庆模式 并且把重庆描绘成独立王国 就连任何党政职务都没有承担的薄熙来的妻子 古开来都有能力动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器 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是讲独立王国 这个独立王国的说法 其实正是我跟大家分享 这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的体制的表现 他什么叫独立王国 王立军不出事 他就是共产党 他就是重庆的党的代表 对不对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共政治局委员当中25个委员当中的一个 这25个人管着全国14亿人 所以在这个比较的角度来讲 党的整体的体制是一个大表子 薄熙来是个小表子 他说但是薄熙来是否卷入这个案子本身 现在这件事情就很麻烦 因为只字没提薄熙来 所以法国的汉学家白夏认为 薄熙来没有卷入此案的可能性 是根本不存在的 对王立军的审判将是确定的关键 在表现国家机器为个人服务的同时 可以依然支持薄熙来的势力呢 当中在诋毁薄熙来的声誉 他就说想利用这个案子 打掉薄熙来的支持者 大概是这样 如果利用案子打掉薄熙来的支持者 就是我刚才说大表子要干掉小表子 今天网上有个朋友给我留言 就提到说涛哥你注意了吗 你去年的时候再提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再提到把器官贩卖 把尸体贩卖 提到薄熙来这些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不买您的账 甚至这个嘲讽的口吻 这和那的 他说但是最近这几天来 你每期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有提到哈根斯 都有提到薄熙来在主政大连时 亲自批准哈根斯的这个尸体说话 他说涛哥你注意到 这几天你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大家没有意义了 他说真是这天相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但事实就是事实 不用听别人说什么 我倒挺感激这个朋友的这种说法 因为我已经忘了去年 我们什么时候具体提过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哈根斯这件事情 跟薄熙来 古开来 王立军合伙 来屠杀普通的中国人 贩卖器官 贩卖尸体 做成标本 获取利益 所以他们整体表现的邪恶 是人类从没有 从未见过 这个地球上从未见过 但是他更大的基础呢 却是当年薄熙来 古开来 王立军 站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背景之下干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的 最后当真相披露出来的时候 共产党没有任何存在的合法性 因为薄熙来 在王立军 古开来 在完成当时的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国家的旨意 是以国家的名义 以共产党的名义 干的这事 但是这个内容 这两天在网上相比之下 看起来非常激烈 那网上有另外就是 这件事情的爆料网站呢 出了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呢 我们能够感觉出其中的味道 就是民间老百姓的味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大连电视台女主持神秘失踪 怀疑被制成人体标本 重复的内容 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他特别提到说 哈根斯的公司 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呢 有一个明文规定 不许暴露尸体的面目 记者采访一切采访 都不许暴露原尸体的面目 也就是大家知道 德国的明镜周刊就明确讲说 2003年11月份 哈根斯当时在公司里面 存有674具完整的尸体 那但是他们明确规定 不许把这死人的脸充满 那就是说不让你 人们外人知道这是谁 紧接着他就提到 我们都看到过的这个 有一个怀孕八个月的 女尸体的标本 这个标本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让人不知道到底这是什么人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中国人 结果在这篇文章里 他提到一个人就是张伟杰 在1998年前后 张伟杰是薄熙来的亲父 那针对这件事情 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过 有说张伟杰拿了2000万 徐明给的 然后这个人就消失了 最后这个人上哪了 据说就不知道了 那有人说就说死了 到现在这个人不知道 但是直接猝一大发的是当时的谷开来 我觉得前后这时间 大家就可以对得出来 这是98年出的事情 到2000年2001年 谷开来就认识海武德了 他们中间就搭上桥了 我们可以前后就能感觉出来 谷开来的为人 谷开来的作为那样的女人 成为一个贤妻良母 不得憋出浑身长泡啊 对不对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 一片一片的消息对在一起 事就出了 然后这篇文章里 为什么就提到说 这个张伟杰呢 他说原因就是 在张伟杰消失的时候 他已经怀孕多个月了 所以有人就提到说 在那个尸体展上的那个尸体 头颅形状很像张伟杰 他说作为 怀着大龄胎儿的尸体呢 不应该是被执行死刑的 这个尸体 而是应该是个活人的尸体 那其实网上针对这件事情呢 还有一个说法 如果这真是张伟杰 那八个月的孩子 就是薄熙来的龙儿 是薄瓜瓜的兄弟或者妹妹 然后被谷开来咔嚓 你说这是什么个家庭 你说这是个什么个国家 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政党 那是不是张伟杰咱放一遍 但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人 这一点确定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件事情在今天中国社会当中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那整个这件事情的反响 作为我们普通中国人 我们有权知道 哈根斯 在薄熙来 古开来的 王立军的帮助之下 到底从哪来的 什么样人的尸体 又有多少人 死在了他们的土刀之下 他们又把这些尸体 和这些普通中国人的器官 卖掉之后 获得多少钱 古开来转到海外的 六十亿美金当中 有多少我们普通同胞的器官 有多少个肾 多少个肝 多少个尸体 多少个怀孕的女人 被她的这种所作所为残害 而变成了她 移到海外六十亿资金当中的一部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